現在身處的黃大仙和觀塘一樣 都是屬於九龍東的選區 黃大仙區內有近42萬人口 當中有近八成半都是住在公屋或資助房屋 一向以服務基層作為賣點的工聯會 今年就派出陳婉嫻出選超級區議會 究竟陳婉嫻可否成功以票後的姿態晉身立法會 一齊看看工聯會的備戰情況 今屆立法會選舉工聯會不再做幫莊角色 分多條戰線出擊 票後陳婉嫻再度出生出選超級區議會議席 以他的知名度再加上工聯會的貼票 要重返議會可以說是找錯釣魚船 但今次立法會選戰他還有一個更重要的任務 去年11月6日區議會選舉裏面 我們派出很多人出來參選區議會 起碼有30名投入民選直選取得的議席 這些都成為支持嫻姐的一個很強的裝腳 所以我們覺得派嫻姐出來 再加上她的知名度 都可以帶動到其他區域 都能夠在立法會議席裏面取得一席 至於地區直選 其中港島區由直甘東區 做了十幾年區議員的黃國興出戰 基層的打工子女 無論在柴灣也好 南區也好 香港仔也好 都是很多這些公共屋村 正正在這方面 長久以來 都沒有一個真正熟悉了解勞工基層的代表人 在那裡參選 在這時候我們覺得要選擇一個人 在那裡經營 當然我們就要找一個勝算的機會 新界西和新界東分別由新人初挑大樑 包括由功能組別轉戰地區直選的葉偉明 鄭耀堂說工聯會裝腳不算多 新人要特惠唯有勤力一些 即是說早上去拉票 站在上班的路口 排單張介紹一下自己 一直去做 即是做得勤力一些 別人會認識你多一些 認識你多一些 別人再看看 每天都見你在這裡 每天都給同情分離 上場無副指 鄭耀堂強調 不會和建制派協調配票 香港歡頻電視記者張淑偉報導 還好 我們就來這裡 說到旁邊 下班 在這間 我們就在那邊 到旁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